好 还带来关心的是这一对妇女在台中市租屋同住 但今年三月 女儿呢 在租屋的地方寻短 房东呢 不满 屋子现在变成凶宅了 怎么办 没有人买 导致呢 房价整个大跌 依照呢 房仲业鉴定的价格 向这陈租的爸爸来求偿196万元 就台中地院呢 认定这个陈租人 对房屋呢 自负责有这个保管责任 女儿寻短 既然爸爸被判呢 要赔196万元 之后见到媒体上门很紧张 就怕凶宅地点曝光 影响房价 我们来着 包含外面也全都把这个事情弄掉 要不然这样会影响到我们的房价 位于台中五级的这栋25层楼大厦 其中一户成为凶宅 房价落了上百万元 事情回溯到去年五月 住在这里的黄姓房东 租给一对妇女 今年三月 女儿沉湿浴室 现场遗留遗书 刀片及安眠药 检察官向念尸体证实死亡原因 是多重药物中毒 有亲身动机 依照不动产买卖交易惯例 曾发生凶杀或亲身致死的房屋 就是凶宅 租屋前房价634万 成为凶宅后变成437万 叠价的196万 租屋者得赔偿 好好的房子变凶宅 房东难脱手 要出租更是困难重重 租屋亲身变凶宅 租的人判赔196万 难以劝身而退 周年新闻 龚宇德 陈宇柔台中采访报道